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北京冬奥冬残奥会表彰大会吉林省荣获四项突出贡献奖 我们吉林市冰商运动中心北山四季越野华越场被评为了突出贡献集体 作为吉林市体育人我们深感人性十分骄傲 集中转运助力滞留异地农民返乡春耕 目前统计整个滞留在吉林市涉及到返乡的农民是四万两千多人 目前已经转运了50%以上了 再经过吉林匹的集中转运 这些农民反向的问题基本得到几年 今天上午我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本轮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30场新闻发布会 并在发布会上通报了目前我省的疫情情况 4月9号的发布会上介绍 4月8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8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06例 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563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860例 截至4月8日24时 吉林省本次疫情 累计密切接触者162042人 解除隔离10329人 次密切接触者124123人 解除隔离10810人 发布会上还介绍 目前我省正在扎实推进农民返乡工作 截至4月7号 各市州已返乡53228人 绝大多数为各地市域内返乡 21个水稻种植面积较大线 全部开始预央进种 全省水稻预央进种量可供959万亩 根据疫情发展变化调整管控措施 稳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统筹做好返乡重地农民 转运和农资调运供应 引导农民有序下潜 闭环管理 确保防疫村工两不误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长春市委常委 九台区委书记也来到了现场 并在发布会上介绍 经过艰苦熬战 长春市九台区的抗疫形势 持续向好 按照国家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经过专家对检测结果的综合研判 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做出判定 九台区已经实现 社会面清零目标 发布会上介绍 长春市九台区 是吉林省本轮疫情 早期爆发的重灾区 今年3月3号 九台区突发疫情 且来势极为迅猛 初筛阳性数五天破百 六天破千 社区防控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 面临极大压力 抗疫形势一度极为严峻 极其危急 近10天时间 疫情就蔓延到全区 17个乡镇街道 最高峰时 全区被划定为管控区 主城区75%的小区 被划为风控区 疫情呈现高度聚集性特征 三个小区 确诊感染者超200例 八个小区超100例 三十个小区超30例 曾一度占到长春市 感染人数的94% 截至4月8号24时 全区已累计确诊病例 9222例 经过坚谷熬战 九台抗疫形势 持续向好 已从3月16日 社会面 3日出差阳性 1275例 确诊病例 103例的最高峰 稳定下降到 4月7日 社会面 3日 出差阳性3例 确诊病例 25例 4月3日 和4月7日 我们对农村和城区 实施了 错峰筛查 完成了 追寻两轮 覆盖社会面 核酸检测 4月8日 我们又对 7日内 出差阳性 所在的楼栋 和3日内 出差阳性 所在的小区 进行了重点筛查 结果筛查阳性 为零 按照国务院 疫情防控 有关规定 经过专家 被检测结果的 综合研判 长春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 做出判定 九台区 已经实现 社会面 清零目标 长春市九台区 疫情防控工作 实现社会面 清零 标志者 由防扩散 防外溢 防聚集 进入到 防输入 防交叉 防反弹的 成果巩固阶段 在省市工作组 指导下 长春市九台区 制定了九台区 关于持续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 有序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工作方案 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需要 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 春耕生产 逐步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我们还讲 按照快准 严计时的工作原则 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 分区域 分行业 分时代 有效组织 复工复学 复产复事 有序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首王都市长汉 广微海军报道 在今天下午 长春市也召开了第52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对目前长春市的疫情防控工作进展进行了详细介绍 4月9号的发布会上介绍 目前长春市本轮疫情最为严重的九台区 社会面清零目标已基本实现 公主岭市 榆树市 农安县 德会市 双阳区 气开区 中寒示范区 莲花山度假区等八个县市区开发区 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包括宽城 路远 京开 南关等重点地区在内的八个城区 疫情上升势头 得到遏制 已出现整体下降趋势 4月7日 8日两天 全市42个区 相继调整为 低风险区 集中隔离点 发现阳性患者所占比重上升 居家隔离 主动筛查和社区筛查比例 明显下降 重点人群感染的上升趋势 得到有效遏制 由占比20%的峰值 降到占比10% 下一步 长春市将实施分区分级 差异化防控 对公主岭 榆树 农安 德会 九台 双阳 气开 中寒 莲花山 九个先行清零的县市区 开发区 调整目前提及管控措施 除重点区域外 按防范区管理 朝阳 二道 新区 静越四个区开发区 在做好区域人员流动管控情况下 按照分控区 管控区 和防范区 要求进行分类分级管理 宽城 路远 南关 京开 四个区 开发区 保持 提及管控措施 不变 对于什么是分区分级 差异化防控 长春市又为什么要实施 分区分级 差异化防控等相关问题 长春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 也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发布会上介绍 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长春市以区限为单位 在不同的区域 采取不同的防控策略 因地质疑 制定防控措施 实施差异化精准防控 分区分级 差异化防控 是对于近14天 无疫情发生的 疫情防控非重点地区 按照防范区进行管理 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对于最后一名 新发阳性人员 时间不满14天的地区 将根据风险等级 划定封控管控单元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 社区防控要求 继续落实各项防控管控措施 防止疫情扩散 目前 长春市核酸阳性感染者数量 呈连续下降趋势 病例发泄方式中 集中隔离比例上升 社会面 疫情控制向好 今天 九个县制区 以基本完成社会面 动态清零目标 为进一步提高 疫情防控工作的 科学性和精准性 避免防控措施一刀切 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有序推动企业复复产 满足被春耕生产需要 尽可能减少疫情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我是实施了分区分级 差异化精子防控措施 视网都市 陈汉广微报道 4月8号 0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地 确诊病例248例 其中 长春市150例 吉林市87例 白城市10例 四平市1例 新增本地 无症状感染者706例 其中 长春市648例 吉林市56例 白城市1例 白山市1例 以上感染者 均以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 以上感染者 均以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 对以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次密切接触者 均以开展追踪排查 并落实管控措施 对其生活后工作场所 进行了中末消毒 4月8号 0至24时 全省新增 治愈出院 确诊病例 1563例 其中 长春市1212例 吉林市343例 四平市5例 沿边州2例 白城市1例 新增解除隔离 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860例 其中长春市569例 吉林市289例 沿边州1例 辽园市1例 首网都市报道 新鲜血八卫片 我要兴趣 鲜血好 新鲜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 首网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 欢迎您随时参与互动 近日依照相关要求 通话市公安局 派出由通话市局机关 21个部门 41名民府警组成的 通话市公安局 支援长春市陆园区 疫情防控工作队 紧急支援长春市陆园区 包保陆园区 16所学校的 疫情防控工作 为这些学校的 疫情防控提供 有力保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建设技工学校 据了解 为了做好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通话市公安局 于近日派出了 疫情防控的支援队伍 来到长春市陆园区的 16所学校进行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按照这个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 我们通话市 抽调21个部门 41名民府警 组成了攻坚队 包保绿园 16个学校 分为6个重点岗位 进行巡逻防控 主要是配合学校 进行周边的 对学生的重点防控措施 防止在校学生和周边 环境进行交叉感染 确保学校的整体安全 据了解 面对新一轮疫情 长春市建设激工学校 于3月6号开始实施 封闭管理 按照相关部署要求 从摸底排查 宣传教育 健康监测 周边安全 心理疏导 清洁消杀 等多方面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长春市陆园区政府 以及区人设部门 指导学校防疫工作 为学校抗疫工作 提供有利保障 我们和学校的联络员 进行了及时沟通 同时你和驻地排水的民警 沟通协调 对学校周边进行巡逻 防止学校和学生 跟外边交叉接触 下一步 我们是随时和指挥部 沟通协调 确保学校的安全 守望都市战斌 静则报道 随着省内支援力量的 不断注入 长春市多个区域的 防疫工作 有序开展 志愿者们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 高效开展 采样消杀 流调管理 物资保工转运等工作 居民们也对来自省内的 各支支援队伍表示感谢 大家共同期待 早日战胜疫情 在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 万龙第十城小区 来自四平市的防洪量 与队友一起 正在开展入户 核酸检测工作 进行被采集人员的门前消杀 采集工作者要进行 自己的守卫生防护 保持一臂的距离进行采集 我们这样操作 是为了保护居民本身 也为了保护 采集医护人员的安全 有540名是来自我们四平的 负责宽城区的八个街道 覆盖居民是35万人左右 梅河口市支援长春市工作队 正在长春市京海区 开展新一轮入户核酸检测工作 58岁的周学杰参与消杀工作 这两天 她都是每天早上6点多 从梅河口出发 第二天凌晨2点才返回 当我们走到居民的单元 看到墙上 看到门上 写着梅河人 感谢你们 感谢梅河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受感动 连日来 白山市支援团队 与长春市静越高新区 两地合力 提高了工作效率 辽远 松远 白城 沿边州和通渝县 安图县工作队 也与对口支援的 长春市主城区 抗疫力量协调配合 高校完成 采样消杀 流调管控 物资保工转运 接收隔离人员等工作 社网都市编辑报道 我省发生本轮疫情后 作为我们的兄弟省份 黑龙江省派出了180名医护人员 来到我省的抗疫县 他们整建制的接管了 吉林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全力对收治入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进行救治 彭彦平是黑龙江 原籍医疗队的一名护理人员 此次主要工作任务 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护理工作 刚得知吉林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主动向院里请应 要为吉林的抗疫工作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前期筹建科时 到开始收治病人 我们每一位队员 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目前每一项工作 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据了解 此次黑龙江原籍医疗团队的成员 大多是来自重症医学科 呼吸内科 感染科等学科 所有的患者年龄吧 都是偏大 基础病也比较多 我们早上到了以后 通过查房调整医术 包括带领患者做相关检查 完了观察每天患者的 生命指标的一个变化 每天的工作状态是这样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 目前部分病情较重的患者 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接受进一步治疗 社网都市报道 从4月4号起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集结720名消防员 奔赴长春市各区县 对那里的居民小区 保工企业等涉及民生的 重点部位和单位 开展中末消杀 4月7号 9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 来到了宽城区 中野兰城小区 执行消杀任务 据了解当天在宽城区 执行消杀任务的消防救援人员 有将近160人 现在我们对这个中野兰城进行消杀 我们有9个组 每个组进行主动 每动进行消杀 现在我们支队已经安排 我们这一组150人的突击队 对咱们宽城区 所有的街道 包括底下社区的小区 还有办公场所 进行中末消杀 多喷几片药水 可能甚至要用麻布去擦 我们这个消杀量 大概一天在10万坪左右 除了区民区 消防救援人员 还对宽城区的几个大型农贸市场的 蔬菜交易区 水果交易区 冷库 办公楼等密闭空间 和主要通道等重点区域 进行中末消杀 据统计 从3月9号到4月6号 长春市消防救援人支队 累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 10148人次 消杀面积 约2244.4万平方米 视网都市 易阳编辑报道 我省康吉疫情工作 不断推进 好消息也是不断传来 随着延吉市 风控区管控区的解封 浑屋高速 延吉北高速入口 也在近日恢复了畅通 同时延吉市内的 39条公交线路 也全部恢复运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延吉北高速入口下的 检测点 从高速口下来的车辆 非常多 车流量也很大 那这些车辆 在相关工作人员的 有序检测后 就可以进入城区了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私承人员只需提供 行程码 无异常 即可放行 如私承人员 14天内 有周外旅居时 或从周外 低风险地区 驶入延边洲的 社会车辆 则需要同时提供 48小时内 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放行了 感觉心情特别舒畅 另外记者了解到 延吉市内的 39条公交线路 全部恢复运营 全车进行消毒 消杀 拨死脚 司机防护 乘客坐车 要扫码 伴随着洗浴 健身等场所的 限流开放 城市活力 也在逐步复苏 现在的客流量 能保持在原基础上的 20% 客人是谁走 我们就随时消杀 收网都市编辑报道 为了对新冠肺炎患者 进行更有效的救治 长春市建设了多所方舱医院 近日 长春市宽城现代工业园 方舱医院 全部完工 即将投入使用 这里是长春市宽城现代产业园 方舱医院 在现场我们看到 所有的隔离病房 都已经建设完成了 这里有病床 2700多个 乡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 也即将进入到这里 长春润德公司3月31号 接到建设长春市宽城现代工业园 方舱医院的通知后 紧急进场 高峰施工时间 有700名工人及52台大型机械 同时作业 项目采取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方式 4月4号完成建设任务 配备了患者的呼叫系统 保证每个患者有要求 护士都能及时到达 还有一个远程会诊系统 有急症患者的话可以和医院方医院进行及时会诊 不会耽误患者的救治 据了解 宽城现代工业园方舱医院建设的医护通道 与患者独立通道实现了医患分流 园区还配置了六处医费收集点 和六套日处理量100立方米污水处理设备 可满足医护人员及患者日常生活垃圾处理 及污水排放的需求 园区内同时设置了消沙车车位 和移动诊疗车车位 最大程度满足了防疫和诊疗的需求 收网都市报道 疫情发生以后 来自全国各地的防疫物资汇集 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 近日又有一批防疫物资抵达吉林市 这批防疫物资是由中国物流吉林市有限公司捐赠的 主要有防护服 护目镜 口罩 鞋套 手套 消毒酒精等 价值30多万元 作为吉林市社区团购总舱员 他们还担负着保障生活物资运送的工作 原区采取24小时值班 不间断轮岗值守 同时严格管控 作业人员及输送车辆出事双碼 身份证 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等 车辆如死角消沙后 方可入园 保证获取安全和供应 在保障员工安全的情况下 他们每天为生鲜超市配送新鲜的果蔬和必要的生活复食 全力保障各大商超和小区蔬菜供应 积极为当地政府部门以及爱心单位提供运输服务 无偿提供车辆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公司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时间组建议党员骨干为核心的抗疫支援团队 协助社区设立高新北区唯一核酸检测采用点 协助街道工作人员服务高新北区内的多家企业 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首网都市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首网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 欢迎您随时参与活动 来看我是吉林人系列报道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 我省本轮疫情发生后 核酸检测采用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各小区 不分昼夜的完成一个个核酸采用检测任务 为疫情防控提供最强保障 美河口市中医院的徐欣就是其中医员 近段时间他来到长春支援 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上千次 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徐欣说 核酸采用检测的速度 就是与并魔赛跑的速度 我们一定要跑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消毒采用再消毒再采用 这是我现在每天的工作 一天下来相同一组动作 最多时候要重复上千次 大伙也给我起了个外号 快手采用园 都说疫情跑得快 我要比它更快 我叫徐欣 是美河口市中医院一名医务工作者 也是此次美河口 取缘长春金开区 疫情防控工作队的一员 采用者拿好棉签 别碰到棉签头 进行采用 老百姓管这个叫同仿子呀 看着简单 其实挺考验技术的 一是力度要足 才能实现样本有效采集 二来部位也得失准 争取一把成 减少被采用人的不舒适感 这些视频我看到了 当时我们是刚完成采样出门 就听到楼上有人喊我们 那一刻就觉得 这些天一切付出都值了 我们这一栋楼 采下来就二百人 我就问他 你累不累呀 他没说话就摇摇头 还对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虽然穿着防护服 戴着口罩 但我从他的动作和眼神里 读出了一份 对长春人的支持与鼓励 今天工作结束 我已经坐在回 梅河口的大巴车上了 长春 我们明天见 写着都在睡觉 见义勇为不孤单 吉林有你更温暖 我是梅河口大白 我是与疫情赛跑的 快手采样员 见字如面 直短情长 连日来一风风 来自抗疫一线的家书 寄托思念 温暖感人 续寒力量 一句句朴素的话语 传递出一个个小家大爱 今天我们来读一封 来自极大二院核酸检测队员的家书 听一听一线家书里的温情告白 旺哥 三月一号你送我去车站的那天 还在像往常送我去外地支援时候一样 笑嘻嘻地跟我说 放心吧 家和孩子有我呢 我比你经营的好 没过几天你也上了防疫一线 一会儿不能回家了吧 下次话别说得太满 写下这封家书的是一位美丽的八龄后姑娘 人血胶 同时她也是此次辗转支援魂春 长春两地的 极大二院核酸检测队的队员 2022年3月初 疫情来袭 她和爱人纷纷主动请英 各自奔赴抗疫一线 历时一个多月的长期作战 夫妻二人一直坚守前线 未能相见 他们通过一封家书 互相传递思念 给她写信 叮嘱她能把自己照顾好 但是我又不敢用非常严肃的语去跟她说 所以说内容都比较调坦 在人血胶的家书中 除了叮嘱同样在抗疫一线的丈夫 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她四岁的儿子 但对于她的担心 人血胶的丈夫也用家书的方式 缓解了她紧张孩子的情绪 别再为儿子的发言问题焦虑 等咱回去分分钟改过来 要相信东北英语的影响体 听说昨天做核酸的时候 咱儿子吃着大白说 我爸爸妈妈现在也是这样的大白 他很骄傲的 也会很喜欢听咱们的故事 我已经打好了草稿 回去就给他讲讲 大白到底是干啥的 人血胶的丈夫在抗疫一线支援 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在她的眼里 人血胶是一名好妻子 也是一名出色的核酸检测员 虽然我们两个都不在家 孩子也小 但是我觉得这种困难都是暂时的 分隔三地随挂念 大家总比小家先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退送 在平时的抗疫一线工作中 人血胶和她的丈夫 沟通时间有限 甚至出现了时差 微信上时隔几个点的回复 已然成了日常 其实我们沟通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少 早晨发一条信息 我才看到也是几个小时之后 据了解 人血胶所在的 极大二院核酸检测队 共有167名队员 和8辆检测车 此时此刻 他们正驻扎在长春市围党校 执行核酸检测任务 我们这个检测队呢 有很多这个队员 他们都参加了多次的支援工作 那么任雪胶同志呢 就是我们众多优秀队员中的一员 那么在我们的检测队里呢 有很多这样的同志 不如夫妻共同上任 为保护我们的家乡 贡献英武的力量 社网都市报道 曼陀罗绘画是心理治疗方式之一 曼陀罗绘画疗法呢 可以静心疏导不良情绪 4月7号上午 在北湖奥体中心篮球馆方丧院里 就进行了一场曼陀罗绘画治疗培训 医护人员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舒缓患者的焦虑情绪 4月7号上午 在北湖奥体中心篮球馆方丧院 进行了一场曼陀罗绘画治疗培训 大家在舒缓的音乐中 跟随感觉放松 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绘制属于自己的曼陀罗作品 曼陀罗是一个圆形的绘画 外边的圆是一个结界 中心代表自性 它有多种形式 既可以在圆内自由创作表达情绪 也可以追寻着既定的 有规律的图形作画 让内心的能量有序地整合 在彩绘的过程中 有助于情绪稳定 缓解焦虑 激发个人潜能 教会大家释放内心 快乐创造 据了解 患者除了正常的医疗救治以外 更重要的是安慰 与心理支持和干预 因此在治疗过程中 我们采用了太极拳 拔断锦 广长舞 曼陀罗彩绘等方法 来疏导患者的负面情绪 患者的反响良好 希望大家早日康复 与家人早日团圆 社网都市报道 疫情发生后 很多人都驻守在家里 配合社区和街道的 疫情防控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 也发生了很多 让我们感动的故事 比如说 谁家老人需要药品 谁家孩子需要奶粉 有学生需要上网课 没有打印纸等等 这个时候 左邻右舍就赶紧支援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今天让我们来跟着 记者和欢的视角 感受长春市民的 深深邻里情 我现在所在位置 是长春市静越高新区 远安嘎纳小镇 二期这个小区 我们小区内 有一例的缺诊病例 从3月25号开始 变成了封控小区 4月3号 白山市工作队 开始支援 静越高新区的 疫情防控工作 那我从小区的 志愿者处也了解到 白山市工作队的 医护人员们 到达现场后 即刻投身于工作 在小区里进行着 消杀或者是入户采样 除了医护人员外 小区内也有 20多名业主 自发申请成为了志愿者 做着维持核酸检测秩序 分发蔬菜包等等 这样的工作 为了早日实现 社会面清零 在做核酸的时候 会每一家检测完 都进行消毒 并且仔细地核对好 每一家的家庭人数 因为现在是 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期 所以只有在做 核酸检测的时候 才可以下楼 那小区的志愿者们也说 每家每户在配合 他们工作的时候 他们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那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小区大部分家里 都有孩子要上网课 需要A4纸 很多的业主 就在业主群里纷纷响应 说自己家的孩子已经毕业了 就把纸给了需要的家庭 就很像一家人 在业主群里 感谢志愿者 感谢白山石工作队的留言 也数不胜数 疫情过后 希望如月而至的 不只是春天 还有每一个平安的你 这里是首王都市记者 何欢为您发回的报道 都说长春是最有人情味的城市 这不光体现在邻里之间 也体现在各个方面 近日长春 大洲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凤春 在微信群里看到 一些企业留守人员 发布的买药需求 便立即联系了多家药店 购买药品 让这些企业留守人员 不再为用药而着急 3月28号晚上 长春路源经济开发区 企业留守人员的微信群里 有人提出了 想购买降压药的求助 看到了这条留言后 从3月20日起 就开始担任志愿者的 长春大洲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凤春 主动找到了 路源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表示自己能够承担这份工作 自己的想法在得到了 开发区领导的肯定后 周凤春联系到了 距离最近的吉林大药房 并且和对方协商好了 付款及取货的方式 为了及时把应急药品 送到企业和百姓手中 路源经济开区还派出了一辆 有疫情防控通行证的 应急保障车和一位司机 配合我取药消杀和分发工作 人工硫磺甲消坐一盒 还有一个眼药是吧 行行行 完了我们现在去取药去 完了回来跟你们分发 4月6号中午 周凤春和路源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第5次来到了这家吉林大药房 截至到4月6号下午 周凤春已经为有应急药品需求 或复工复产备用药品需要的 路源经开区企业和核心镇 下辖8个行政村的村民 评价代购5个批次 一共240多种药 超过了1200份 首网都市一阳编辑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 首网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中 欢迎您随时参与互动 昨天上午北京冬奥会 冬藏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其中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 获得突出贡献集体奖 我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齐广扑 短道塑滑运动员五大镜 单板滑雪大跳台 及坡面障碍技巧运动员荣格 获得突出贡献个人奖 在4月8号上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冬藏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金市冰上运动中心 获得突出贡献集体奖 我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齐广扑 短道塑滑运动员五大镜 单板滑雪大跳台 及坡面障碍技巧运动员荣格 获得突出贡献个人奖 从吉林走出去的单板滑雪大跳台 及坡面障碍技巧小将苏一鸣 也获得突出贡献个人奖 获得了颁奖 其实让我内心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我们作为运动员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 国家给我们打架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让我们尽情地去展示自己 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们更加努力 然后去拼搏 我会时刻铭记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 继续言语律极 艰苦训练 勤于钻研 挑战极限 勇攀高峰 在赛场上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力精神 吉林充分发挥冰雪资源优势 全力支持北京冬奥会备训备赛工作 11个竞技滑雪场 7个竞技滑冰场馆 被命名为冬季奥运项目训练基地 其中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奖的 吉林省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 自2019年1月投入使用后 接待国家省市越野滑雪队40余支 我们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 被评为了突出贡献集体 作为吉林市体育人 我们深感荣幸十分骄傲 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大力发展冰雪产业 实现转型升级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动力 眼下正是沃省水稻大面积的育苗期 但是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 一些跨区的农民不得不被滞留在异地 昨天近300名滞留在吉林市的长春级农民 经过中转站登记后返乡春耕 本次涉及转运的滞留农民共有296名 先由吉林市组织车辆运至中转站 逐一登记消毒后 再由来自长春11个县市区的车辆点对点接回 转运人员中途不得随意下车活动 实施全城闭环管理 我是给我供应家了的 我准备回家种地的 家里多少地啊 家里两场多地 化肥和种子家定了 往上定的 目前吉林市和长春市 仍在实施全域静态管控 两地对返乡春耕的农民 均要求开展一周健康监测 实行严格闭款管理 在固定范围 点对点 从事农业生产相关活动 从封控区管控区返乡的农民 要求居家隔离 目前统计呢 整个滞留在吉林市 涉及到返乡的农民呢 是四万两千多人 目前呢 已经转运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再经过几批的集中转运 这些农民返乡的问题 基本能得到解决 梅河口市啊 是我省的水稻主产区 目前呢 当地四十二万亩水稻 进入到了育苗播种期 针对今年疫情风控等影响 梅河口市出台举措 打通读点和难点 保障春耕顺利进行 在梅河口市曙光镇西太平村 种植大户江连武在去年 把他经营的水稻合作社规模 扩大到了一千二百亩 受今年我省疫情影响 交通道路进行了管控 江连武担心 自己在外地订购的农资受到影响 近期我省相关部门 为农资运输车辆 开辟了绿色通道 梅河口市也出台了相应政策 给农资运输车辆办理了通行证 并派执法人员引领运输车辆 直接到店到村到户 全城实施闭环管理 几天前江连武订购的种子 等农资到位了 他的心理也踏实了 它开始绿色通道 尤其种的我们从黑龙江进的 进了以后呢 我那四季也未下车 现在所有的种子化肥 我们全部到位 我们现在正在预养的 为了应对疫情影响下 春耕面临的多种问题 梅河口市从三月底开始 派出一千余名干部 下沉到303个乡村 与存在困难的农户 结队帮扶 通过协助金融机构 推出无抵押小额贷款的方式 帮助农民解决农资购资金紧张的问题 首昂都市编辑报道 为了保障今年春耕被耕工作的顺利进行 长春市九台区多方联系调度 确保种子化肥等农资产品的顺利运输 目前九台区被春耕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洪光村也是吉林核实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水稻生产基地 疫情之下 公司原本担心稻种肥料等物资的运输 会成为今年春耕的难点 没想到在区街道党委政府的帮助下 农资通过绿色通道顺利运回 一星期间九台区成立被春耕生产工作专班 坚持通读点全畅通保落点 为全区各大农资商店发放物资配送通行证 保证农资运输畅通 同时在闭环管理的前提下 采取乡镇街或经销商 以见或不见人方式统一配送 建立起农资点对点 保供运输绿色通道 为农户与农资商店对接 进线上销售 同时由农资商店直接配送到农户 九台区还出台举措 推动农民返乡开展春耕生产 全区近四千人正有序返乡 首望都市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首望都市 稍后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都市情感剧 我们都要好好的尽情准时锁定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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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同一时间